欢迎收看今年天下 美国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4.9% 这是大幅度的优于市场预期 现在战券龙头平口就认为说 美国的经济正是太过强劲了 所以美国联准会接下来就会持续的升息 当然美国的利率决策也会影响到全球的央行 包括像是菲律宾跟印尼 现在都出现了像是输入性通膨的一个问题 所以都是接连采取升息的一个情况 像是市场也很担心 整个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一个情况 会不会再度重演呢 另外在亚洲货币的部分 也因为美元的持续走强 所以亚币表现是比较弱势的 美英就认为说台币在今年底 很可能会来到三十二块八 到了明年第一季 甚至有可能会贬到三十三元的价位 另外让市场觉得很意外的这个消息 是前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今天清晨传出了过世的一个消息 他过去的一些经济路线 其实是跟习近平是比较不同的 而另外习近平现在要收紧 整个金融控制的一个部分 他要成立了超级监管机构 接下来对中国的经济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 台经院产金资料库总监刘佩珍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陈彦大家好 李博亚太区研究总监冯志源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教陈彦 美国第三季的这个GDP 我们看到是成长了百分之四点九 这个数字表现是大幅优于市场的预期 那么为什么经济表现太强劲 现在反而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坏消息呢 对 经济太强变坏消息 这件事情我们得仔细的去思考 它背后的一个原因 因为第三季的GDP出来四点九 比市场预期的四点三还好 也就是说大家通盘考量 觉得第三季是不错的四点三 我觉得这个数字 大家应该已经给了一个 蛮大的一个空间 但没想到更好四点九 而且比前一季的二点一更好 但在整个数字的结构当中 消费也增长了 民间投资也增长 政府支出也增加 唯独只有一样 叫非住宅的投资的部分 是下滑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整体数字 是相当乐观 也就是说经济应该是会强劲增长的 但是在这里 也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就是第四季的部分 因为以目前来看有两个数据 还没有反映在第三季的经济成长上面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 这个就学贷款的部分 大家开始还贷款 对消费的一个力道 会不会开始减弱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最近在谈的 这个罢工的一个事件 实际上也是第四季才开始 对经济的影响也是第四季 所以第四季的数据 可能会稍微有一些淡化 但就整个经济成长的一个力道来看 既然比预期好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华尔街 PINCO是非常重要的 华尔街的议员 尤其是他是全球最大战略基金 他们就特别谈到经济的韧性 就我们刚才讲到经济数据 所以为什么你刚才讲说 为什么经济太强会是坏消息 重点就是升息 因为你经济强劲的情况下 你通膨基本上很难压得下来 因为你的消费 我们刚才讲到民间的投资 各种的一个支出 包括可能罢工所带来的 大幅度的加薪 所可能带来的持续性的工资 所影响的通膨 这个部分是不是 如果我经济很好 我根本不用担心衰退的问题 先前一连串的升息 结果经济还是这么强 对 那我何必降息旧经济 没有这个论点 自然而然升息的可能性 还是持续的攀升 而这个部分可能会导致 不管股市也好 债券市场也好 都会产生比较大的通缺 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 这一次经济数据出来以后 美股趴一个 并没有像过去一样 大幅度的上涨 反而是产生这样的隐忧 出现了修正 甚至连债券的殖利率 还维持在高档 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样的影响 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我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当美国的经济 维持强势 那美元就必须维持在 美国就必须维持在 一个比较高的利率水准的情况下 美元是不是要 一定会维持强势 我觉得一定是这个逻辑 在这个情况下 会产生一个现象 你看今年以来 亚洲货币贬值的幅度 尤其是日元 日元贬值很可怕 12.8我们这一天节目才聊 但不只日元 包括马币的部分 你看也贬了7.8 韩元贬了6.6 台币贬了5.2 印尼顿贬了2.4 菲律宾批索贬了2.1 你可以讲 基本上亚洲的货币 是全面性的一个崩坏 就全面性的一个贬值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输入性的通膨 很难控制 所以你看菲律宾央行 升息25个基点 包括印尼央行 也无预警的升息 甚至大家对马来西亚央行 升息几率提高的预测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 实际上他们目前通膨 是控制得相当好的 所以他的升息 不是因为通膨的问题 无法解决 而是贬值的力道太强了 如果美国的高利率 引发美元持续维持资金流入的话 其他货币持续的贬值 会不会引发之前曾经 会不会 我们是打一个问号 我们现在还没有 骤然的下一个结论 我们说会不会 引发像1997年 当时的亚洲金融风暴 这个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 整个东南亚国家 其实如果美国一直持续 维持高利率 他们都会受到冲击 对 因为你看令吉 基本上现在已经创了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最低 那以我们自己台币的角度来看 过去我们在讲 台币的汇率的时候 会觉得说一般来讲 到了年底的时候 台币通常会开始稍微转强 可是你看这一轮 几乎没有稍微转强 这样的一个迹象 基本上是一路扁 到前几天 我在我的脸书 也有我们的 金灵天下的粉丝在问说 有没有可能到32.4 32.5 但是因为我们不方便讨论汇率 但是我们从外资的 像你看美银 就以美银的角度来看好了 他就说新台币汇率 年底有可能扁到32.7 甚至明年第一季到33 怎么会这样 是我们的经济问题吗 还是我们股市问题 不是 是因为美元太强 所以这个部分 汇率太弱的问题 有可能引发的输入性通膨 势必会导致各个亚洲的央行 要重新去思考它的利率政策 这会带来另外一个金融上面的压力 值得观察 还要再请教陈彦 其实今天让市场都觉得 真的很震惊的一个消息 就是中国国务院的前总理李克强 在清晨他传出过世的一个消息 不过在过去 大家提到李克强 就会觉得好像经济路线 跟习近平不太一样 不管是清零政策地摊经济 两个人的看法都是不同的 对 因为实际上就是说 在这十年当中 李克强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角度 确实跟习近平有很大不同 他在第十五大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进入政治局了 所以很多人原本认为 应该他是下一个接班人 但是没想到 在最后投票的时候 是习近平胜出 当然他就顺理成章 接了总理的位置 当然也我觉得也非常的适合 因为他是北大法律跟经济 两个领域非常专业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大家认为说 他来接总理的角色 其实非常的适合 只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他当然当时他接任总理的时候 记者访问他 他讲到一个行大道 名为本立天下的一个角度 大家也认为说 未来经济应该会很有机会 他的角度是什么 他认为供给跟需求 必须要同时并进 尤其是要发展 所谓的经济结构的调整 让产业往高端这个方向去集中 但是习近平当时一开始 所提出来的政策 就是希望供给侧的一个改革 而供给侧的改革 变成跟经济结构调整 去发展产业高端的方向 似乎是有些不同 因为供给侧的改革就变成 比如说他去针对重要企业 你的环保问题 或者就是说 有一种国进民退这样的概念 所以导致企业的状态 开始不断的在萎缩 因为他认为这样的一个 去杠杆 去库存 实际上供给侧改革之后 你的供给跟需求 就能够取得一个平衡 似乎跟李克强的角度 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再看这次清零政策的时候 就非常的明显 因为在2022年5月的时候 李克强就公开的表示说 清零就是说你强迫 强制要做到清零这件事情 一定会引发经济放缓 可是当时我们也知道 习近平的想法跟做法 其实都是非常的极端 就是我要清零 我一定要清零 那时候还满坚持的 一定要清零 所以你看在这个 这个是2022年5月 当时其实是要求清零 那就是你一定要戴口罩 可是他去视察的时候 到云南去视察的时候 并没有戴口罩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你怎么会公开的 好像跟习近平 作对一样 政策有一种作对 当然这也因为这样子 实际上大家现在在讨论 李克强的时候 也开始在思考说 其实这10年来 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因为这个李克强 他并没有非常的强硬的 要去坚持他自己的路线 所以走到现在 你可以讲习近平的路线 那是不是也导致 现在中国经济 大幅度走下坡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因为实际上 在2007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大使 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一个 中国GDP数据观察一个 非常重要的三个方向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新增铁路的运输量 第二个就是用电量 第三个就是新增贷款的发放量 他认为这个数据的一个整合 其实更能够去观察到 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 后来经济学人 在2010年的时候 也真的用了这个东西 把它称为叫做李克强指标 他们也发现 他跟GDP的走势相当的贴近 但是他可能波幅更大 也就是代表说不好的时候 他真的能够更反应出来 好的时候他还能反应出来 甚至后来巴克来 还提出了一个叫做 克强经济学 其实有一点像当时雷恩的 这个攻击经济学 就是说我怎么样让 其实我简单讲两个 他的想法就好 就是市场开放 就是市场开放 你让市场自由去发展 那你看是不是跟现在习近平的路线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同 所以你看2020年的时候李克强 他说大陆目前六亿人口 每个月月收入只有 人民币一千元 你看这个跟习近平 他们在讲的脱贫 中共中央已经多次都强调 要脱贫了 结果李克强竟然讲说 有这么多人 六亿人口的月收入 只有一千块左右 一千块人民币 所以对我来讲 从经济面的角度 他其实看到了真实的一个情况 他也看到了一个 应该要怎么样去做结构性调整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但是就习近平的角度而言 不是这样 他认为我们做到脱贫 那是不是比较从政治面的角度 去做观察 你看他之前在讲地摊经济的时候 我相信在疫情回来 大家也都发现 不管就业率大幅度的攀升也好 不管是经济结构 在习近平的主导之下 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也好 实际上大家都在想 怎么救经济对不对 李克强就提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们节目确实也当时 帮他特别的 好好地宣导了一下 叫地摊经济 就是他说人间的烟火 中国的生机 当时市场是非常的兴奋 我要讲有非常多的省市 当时在李克强提出了 地摊经济的想法之后 他们就马上跟进 马上跟进 我们当时节目还帮大家 取得第一手的画面 去看 你看真的很多地方 都开始摆摊了 他们以前城管不是都会抓吗 会干嘛吗 怎么这一次没有 真的李克强的指导 让大家开始去思考 往这个方向走 至少他可以创造一些 就业的岗位 对 可是很 因为毕竟地摊经济 本来就可以在用 比较低的成本之下 去出发 可是很快的 你知道吗 北京日报就批评 这个就是官媒 他就说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 那不适合北京 可以上海可以吗 浙江可以吗 广州可以吗 不是 他讲直接在讲说 央视在直接讲 我觉得一开始 他会觉得说 我不要一开始 就不给李克强面子 可是后来的报道说 地摊经济不是自白病 你脱离实际 你不要盲目 所以都是吐槽 李克强的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 当然一定是 上面的受益 那还有谁 比李克强大的还有谁 那当然就习近平 所以从这整个来看 是不是也因为 中国经济持续的下滑 让人民币持续的贬值 引发了这个美元 跟中国之间 货币的一个弱势 所以未来到底 有没有办法 让中国的经济 重新走出一个新的方向 我觉得还是要看 后李克强时代的 作为是怎么样 好 刚承验到 我们看到 就是中国 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今天传出过世的消息 让市场真的觉得很震惊 不过他过去 刚承验有特别提到 跟习近平在经济路线 看法就已经是 比较南辕北辙 是完全不同 那么习近平 到底接下来面对 中国经济的疲弱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要请教冯总监 金融时报 最新他们报道说 习近平现在 正在对一个强大的 新的超级监管机构 要做调整 这个监管机构 现在到底要用来做什么呢 那么接下来 就是他要去削弱 中国人行 还有原本的一些 像是国家机构 譬如说像是 这个中国证监会 以后有点会比较像是 变成是虚设这样的情况 然后大权在握 对 其实中国未来的金融监管 可能会出现一个 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刚刚给予所讲的 他要成立一个 新超级监管机构 这个机构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金融监督总局 管理总局 要凌驾于人行 跟所谓的证监会之上 那也就是说他的手 要把他伸进去里面 做一个整个金融监管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他规模很大 下个礼拜 他要开一个所谓的一个 全国金融会议 而且他招募了多少 将近100个官员这么多 从中国人民银行 这个发改会 还有很多的证监会里面 去找这些100个官员 这造成一个现象 有一些人原本是在银行的 结果没想到这个银行行长 现在他的官阶可能会比 人行还要高 人行的行长还要高 很特别 那这有几个猫腻 第一个猫腻是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跟国务院副总理 何立峰 一起去了之前去了人行 对 这是他是掌权10年以来的第一次 对 这个有一点点很难想象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 总统去了这个央行去拜访一样 然后他要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就是要弱化整个人行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功能 过去来讲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到 不管是台湾或者是美国的话 其实每一个金融监管机构 都是负责不一样的事情 人行或者是包括像联准会 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央行 最主要就是货币政策 那他是一个超然单位 我举个例子来说 就像川普时代 对于叶伦奶奶再怎么样不满意 这个川普再怎么跋扈都不可能 伸进去联准会的手 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如果有这个新超级监管机构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说未来高层 习大大就可以决定说 未来人行可以升息就升息 降息就降息 那就完全没有一个独立超然的一个单位了 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 那么第二点 其实这个有征兆可循 因为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在中国的这个人民代表大会 当时的习近平就已经提到说 他要对这个金融监管做一个架构式的一个大管理 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提出来说 有这样的一个架构 在年底的时候 要做这样的一个新监管的一个机构 那大家可以回想到 其实有人就分析 他要监管哪一些 就是那一些以前比较不听话的 像马云那种 有没有 因为像之前中国 中国不是有蚂蚁金 扶支付宝这一些 这新兴的所谓的一个金融的支付工具 但是就是因为欠缺了一个 统一管理的一个监管机构 所以让他很快的长大 有好有坏 因为你会发现到中国现在很普及 但是很普及的一个情况之下 居然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 这个让习近平是觉得非常感冒的 所以之前有第一个 像蚂蚁金服之前要IPO 结果最后没有IPO 不了了之 甚至还传出有可能会收归国有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新监管机构 其实未来要做的 可能他就会伸进去 这个中国所有的一个金融业务馆里面 去做所有的一个掌控 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一个巨大 包括人行包括证监会 可能都是要必须受到监控这样子 那这个监管延伸到什么部分 我们看地方上也有 因为你看中国国务院已经对 像天津 重庆 辽宁 贵州 这些12个债务状况 非常严重的省区 限制发债 也就是说未来来讲 如果在没有得到核准的 一个情况之下 地方都不可以随便进行 发债的一个状况 那中国的一个财务吃紧 其实也蔓延到很多省市的一个地方 我们发现到 其实网路就在传说 像深圳的部分 就有教师在讲 实在是一个断癌式的一个降薪 年薪平均减幅是多少 8到10万是人民币 所以这个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 人民已经苦哈哈 你还给我减薪 你老师还减薪 对 另外一个跟老师有相关的 有发现到就是说 在广东有一个地方 已经开学了 连两个月了 但是没有实体老师在上课 他们都一直在看电视看网课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没有老师 因为可能付不出钱 没有办法请老师 所以这种状况 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弹 那另外来讲 就是在整个 在金融监管的部分 也升到哪里 全面的去清查一些富豪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看到 像我们台湾有一些 可能去大陆投资的 赚很多钱的 现在纷纷都回来 因为都受到一个 大陆的一个监管 好 不过我们说到这一次 其实金融时报也有提到 习近平要收紧 这个对金融业的控制 其实也跟过去十几年 这个中国地方政府 其实他们太过在财政上面 依赖他们的这个房地产 也是有关的 另外如果说 接下来他们还能够透过 像消费这样的一个模式 来拉抬经济吗 这个可能性高吗 其实中国最近来讲 就是这几年 其实都是希望 从过去的一个基础建设 转为又内需消费的 一个刺激的经济 但是转的并没有很顺 转股转的没有很顺 转股不成功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造成他的一个经济 就没有出现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大幅度的成长 而且还陷入了一个困境 所以这一次 其实最指标 就是在11月份的双11 马上双11购物节要来 但是双11 10月就已经开打了 因为没有办法 就是整个 其实我们看亚马逊 有这样的现象 为了刺激经济 整个消费力道 都往前挪才可以 所以他把它提早 就开始开打 而且今年跟过去来讲 很不一样 他们说是怎么样 玩法是怎么样 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 其实只有一个字 我归纳只有一个字 就是我们台语的 SHOCK 给我SHOCK 情侶免弹 一定要便宜 没有便宜的话免弹 以前的玩法是什么 像天猫 京东这些的 电商的玩法 以前他会给你 发很多券给你 第一个你要急货 你只买一个东西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很便宜 你可能 类似像买爱马仕这样 这个要拼那个 这个要拼那个 你才有办法一起拼 多配货一些 对 要多配货才可以 那这玩法就让人家觉得说 那些可能是我不需要的东西 你要让我配货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是很简单 可是今年不一样 就算是买一个东西 你也有给我便宜 所以为什么大家讲说 简单粗暴 所以天猫先讲 有8000万件 全年是最低价 而且他讲什么 买贵必赔 买贵必赔 对 而且京东 而在天猫前一天 就做了这样的一个 他说是要真便宜 他也不做预售 直接供货 所以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到说在整个电商 双11的部分 也陷入这样的一个 在价格上面的一个竞争 今年杀成这个样子 那就代表说买器 其实没办法跟过去比了 对 其实我们看到大陆 有一种所谓的一个通缩的现象 其实要刺激消费 你真的要便宜 便宜到某个程度 不然的话很难去刺激消费 另外来讲 其实天猫还有统计 今年的双11 其实跟过去来讲 有很大的不同 以前大家想要买什么 想要买美妆 一些大型的消费型电子 或者是一些服饰 今年要强调什么 月季 让自己开心 让自己开心的是什么 生活服务 喝喝酒水 这一些 电玩 无人机 就是可以玩起来 是比较开心的东西 反而销售的很好 过去销售的很好 反而今年普普 所以整个消费习惯 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也出现转变了 甚至于日常用品 感觉上没有什么的柴米油盐 酱醋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像什么 像鸡蛋 这么平价的一个东西 才少4块钱人民币 就已经大家抢都不得了 便宜4块人民币 顶多20几块台币 就小确信 因为是真的便宜 所以双11一直打低价 所以今年有一句话 很流行叫 降香型双11 对 就是降价就是香 降价就是香 对 没错 所以这整个来讲 我想今年的中国大陆 他们在整个消费上面 也有一个大幅度的提振 就从双11的电商销售开始 好 刚刚冯总 今天带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现在他们也很希望 在经济方面可以拼内需 不过反映在今年的 这个双11购物节 除了提前开跑 在价格上的一定 也是要比往年更杀 更便宜的 好 不过我们来看到 是在半导体方面的一个消息 我要特别请教这个刘总监 其实台阶线创办人张忠谋 他在亚洲学会的一个活动上 就有特别提到了 现在美中晶片脱钩 最终会拖慢所有人 眼前的目标 就是要拖慢中国 而且他也认为说 正在发挥作用 另外日经也提到 所以现在暂时放宽 包括台湾跟韩国半导体 对中国的一个管制 是希望花五年计划 可能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 可以进行去中国化的一个情况 对 那我想目前 在整个台积电的一个创办人 他所发表的 就是说整个美中的一个科技战 确实是会拖慢中国的一个状况 而且是全球的这个晶片业也都会受到一个影响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是可以从我们的一个景气的部分来开始看 那我们看到在全球的这个半导体 其实在这个今年已经呈现是2020年以来的衰退的一个态势 也就是说今年在全球半导体的一个销售额将会是叫相较于去年是衰退10.3% 衰退幅度还蛮多的 对 那一方面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在终端的一个应用市场 它的一个需求是比较疲弱的 如果以IDC的一个预测来说 那其实今年包括了在PC 还有在智慧型手机 那么乃至于在像是电脑 或者是在这个电视方面 它的一个出货量 那其实它的一个衰退幅度 以PC来说可能会达到13.7% 而智慧型手机 它的一个跌幅可能就会来到4.7% 那另外在这个伺服器的部分 衰退的幅度也可能会来到5.94% 所以这个部分都反映了终端需求的一个疲弱 那更何况在一个库存的一个调整的时间 也比原先预期还要来得长 那但是明年的一个部分 当然今年的低基期 也就酝酿了明年 可能就会有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 那目前WSTS它是预测 明年的全球的半导体 它的一个销售额 是渴望可以成长11.8% 不过在这个部分 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国际经济的一个状况 那也就是说最近包括在EIU 那么或者是在S&P Global 或者是在IMF的一个最新 对于全球的经济成长率 明年的一个预测 它的一个水准上 都比今年要下滑 0.1到0.3个百分点 这个对于削弱就是终端电子产品的一个购买力 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就是在以巴战争 这个所谓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 那目前还是没有办法排除 那另外就是在美中两强的一个争霸 那么也就是说目前 因为在华为事件的一个刺激 也造成了美国对于中国 他的一个管制的范围 是不断的一个扩大 而中国也有一些反击的动作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创办人 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周某先生所谈的 在这个美中的一个贸易战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么确实会比较是拖累到 晶片业它的一个成长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一个 这个明年的一个增长幅度 可能就还是会有一些变数 那如果以台湾来讲 然后整个半导体的这个产值的状况 那台湾的部分我们看到在去年 其实是它的一个成长幅度 是非常高的 那去年我们的这个规模4.83兆 可以说是创下史上的新高 而且这个成长幅度是18.5% 可以明显的是高于在我们全球 去年只有3.3%的一个水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 因为当然景气的一个变化 所以就只剩下4.22兆 而且在整个跌幅上 也来到了12.7% 这个是明显比较高于这个全球的一个状况 那今年全年当然包括了 在这个IC设计业 晶圆代工 或者是在这个记忆体 还有在封测的部分 都是呈现全面性下跌的一个态势 然后当然我们要特别关注的 就是在库存的一个部分 然后当然在前一阵子 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 然后他已经谈到就是说 那么现阶段库存其实在今年的第四季 就渴望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水位 那现阶段也确实有看到PC 还有在智慧型手机 他的一个终端需求是有出现早期复苏的一个态势 那在此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关注 那么当然就说当然库存水准 会到了一个正常水位之后 还是要看客户什么时候会重启 他的整体的一个下单的一个循环 那如果在整个需求还是不明朗的话 这个客户的一个下单 还是会处于在所谓的一个极短单 来作为一个因应 所以这个是要特别观察的 那另外我们来看指标厂商 就是台积电的部分 那先前当然在美国AI的最新的一个禁令的 一个管制范围的扩大 那其实因为台积电他在AI的这个部分 大概只有这个占比16个percent 那反过头来这是对于辉达 然后再对于中国 那所以对台积电的影响 大概只有1到2个percent 所以是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好 要再请教刘总监 刚刚有特别提到这个台积电 其实经济部投审会在昨天已经核准台积电 到德国去设厂 那么当然想到这个台积电 在海外的一个布局 在美国的部分 就是比较出现延宕的情况 那么日本的推展进度就比较快 那么未来在德国 欧洲方面要请这个总监 带我们了解 那我想台积电的整体的一个这个策略 已经非常的明显地做一个转变 过去百分之九十的产能 都是集中在台湾 那现阶段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开始 就是我们先进制程 还是放在台湾的 但是在成熟制程 已经开始慢慢地转往其他一个地区 当然我们的生产重镇 还是放在台湾本岛的一个部分 虽然近期有包括像龙潭上的一些争议 不过我相信在2奈米以及1.4奈米 还是会选择坐落在台湾 不管是在中科或者是南科 或者是高雄地区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国的部分 那当然在最近台积电或者是在这个三星的部分 确实也已经获得到这个就是美国 他无限期的这个设备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管制 已经有放松了 但是我们可以研判 那不管是在这个中国的部分 就是说台积电 他在中国的投资 那甚至在三星的部分 未来也不可能再强化在中国这方面的一个产能的部件 那也就是要避免未来有更多的这个筹码 会让这个美中两强是来掐住 所以让自己陷入左右为难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中国这边的话 未来就是不太可能会再扩张 是 那反而关注的就是在日本 那目前在第一期的一个状况 其实是非常顺利 那台积电预计应该可以拿到 32亿美金的这个补助金额 那第二期的部分应该可以扩大到 60亿美元的状况 所以整体来说 台积电在海外的布局 目前在日本的一个进程 它的推进的速度相对是比较快的 那欧美的部分呢 就是还要持续在进行观察 好 刚刚刘总监 我们看到是在台积电海外的一个布局 不过也特别提到 未来这个先进制程呢 还是会继续的留在台湾 而我们也说到台积电 每一次在国内哪边设厂 似乎当地的房价都会被带动 现在提到房市 我们要特别请教 我也聊 囤房税2.0发小 在第三季的这个国泰的地产指数 是呈现了价稳量 说好像表现的部分的话 房价是不是开始趋缓了 一般我们在观察房地产 我会常去看了两个指标 一个就是国泰所编撰 公布的房地产指数 另外一个则是信义的房价指数 这两个房地产相关的指标 其实意义不太一样 首先谈到国泰的房地产指数 它主要是针对预售屋跟新城屋 也就是说在大家常常提到 所谓的推案的部分 所以它其实除了反映 房地产的现况之外 也带有一点 这种比较前瞻预测 未来的想法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第三季 其实全台的新推案 这个部分不管是说 跟上一季相比 或跟去年同期第三季相比 都是呈现下降的 这个推案的部分已经减少 所以代表就是 其实在建商 在看未来的景气的部分 是可能有比较放慢步调 另外在实际上市场上的一个 销售状况来说 溢价率扩大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 比较偏向是买方市场 你可以多看多谈 然后可以砍价 那销售率就降低了 因为卖方的心态是比较硬 所以就不容易撮合成交 所以实际上的成交量 一定就萎缩了 因为买卖双方比较没有交集 所以比起第二季呈现下滑29% 那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从第三季的 国泰房地产指数来说的话 结论就是价稳量缩 那我们就来看上面这张图表 其实2021年 大概在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过去这两年以来 下面这个柱状体 就是成交量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 大致上它就呈现了 逐步的萎缩 除了就是上一季 第二季比较有明显 这个量有放大 跳上去 为什么 因为就是平均地缺条例的 修正案通过 因为针对就是 预售屋的换约转售 有一些比较严格的管制了 所以这部分等于是 有点打压到投机的泡沫 所以有一些所谓的 不要讲说投机客 投资客 可能就急于在 这个法案的上路之前 赶快先做出托 所以就有一些 所谓的爆量情形出现 不过大致上来讲的话 过去两年在整个政策 控盘压抑的力道 事上是在 成交部分是有感受到的 但是价的部分 可能跟民众的预期 比较不一样 因为大家希望说 看能不能便宜一点 总是想要再多等等 那你就看 上面这条线就是成交价 那如果你在过去两年 是想说我再多等一年 我再多等两年 多等一等 你看这个图形就知道 其实整个价格的部分 还是明显的垫高上去 那即便到了第三季 其实也只能说是 相对呈现价稳 还没有到明显的修正 下跌的状况 所以这个大致上 就是在整个预售 跟新城屋的市场状况 当然六都的情形 当然冷热不太一样 不过我觉得 如果我们来看 就是在所谓的中股屋 我们看下一张 中股市场 就要去从信义的 房价指数来做参考 讲到其实 整个主要的都会区 从北部的台北 新北到桃园新竹 以及台中然后台南高雄 你可以发现到 这个橘色的株状体 就是跟上一季相比 蓝色的部分 跟去年同期相比 因为信义房屋 它的指数 目前是到第二季 所以跟刚刚国泰 已经公告到第三季 还是有一季的落差 但至少到第二季来看的话 整个交易的状况 还不算太冷 所以这是反映 中股屋的市场状况 可是我觉得中股屋的调整 这可能真的还需要一段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台湾的整个七都 就是另外我们就是把这个 台北 新北 新竹 桃园 台中 台南 全部加起来之后 这个总存量来看的话 现在这个库存的水准 其实还是在历史相对高档 然后才刚刚修正 那就代表说 现在在中股屋的市场 其实带去化的渔屋 还是蛮多的 要怎么样才算是回到一个 比较健康的水准 根据过去的一个常态来看 大概是要回到 6万至7万栋左右 差不多就是在这条线以下 所以各位看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偏离正常库存水准 其实非常远 既然有这么多渔屋要卖 如果要卖房子的人 时间拖久了 他如果有资金上面压力 就会可能开始 价格就会有松动 价的部分可能才会开始有修正 有修正之后 下沙才会取量 量才会放大 对于整个中股屋的市场 才有比较快的时间 才能够刺激他 看到下一个春天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成家量是有下滑吗 其实对一些建商来讲 是不是压力也很大 如果说现在房市是比较 虚缓的一个情况的话 他们怎么去度过这个不景气 好 因为其实建商的财报 不管是说营收 或是说他们的获利部分 是采用所谓的 全部完工法认列 所以从预售屋 到这个完工之后 交屋 他实际上业绩并不是在他 这个营建的阶段 就可以入账 要等到完工交屋以后 才能够认列 所以这个在过往 他们财报上面会容易呈现 就是好像三年不开张 一开张吃三年 大起大落一个现象 所以说建商也知道 就是说 尤其你是上市贵建商的话 大家要看业绩 还有要看你的现金流量 因此就纷纷去找 寻其他的一个方式 来让他的一个财务面 相对比较稳健 第一招就是转投资 饭店跟商旅 因为相对这个 其实进入门槛比较低 然后收到成效的速度 也会比较快 所以最普遍采用 就是这个方法 比如说在观光胜利日月潭 这个大家应该有去住过 一辈子要住一次的 韩碧楼 这就是相邻建设 有名的转投资 另外在北投 这个温泉 佳赫屋 这个是来自日盛生 另外像台中的经典饭店 是太子建设 那立酒店是来自立起 那第二招其实也蛮多的 就是转投资商场百货 像一些购物中心 对 那从这个 这个沿着捷运站 贡购的部分 像这个环球购物中心 就是贯德的 其实这几年贯德 靠这个部分 也的确得到不少的益助 那另外也是在捷运站 的CityLink 这个来自于润泰新 还有在特别车站 附近的金站 则是日盛生 那远雄跟日本的山景 这个合资的outlet 那另外还有就是转投资 休闲不动产 像花莲的海洋公园 那还有就是涉足到海外的不动产 所以相对来看 有一些建商 我觉得在不景气当中 还是能够逆势 不管是说 让自己的业绩开发结果 甚至是股价维持强势 在不景气当中 有没有哪一些建商 他的业绩还是可以维持住 如果大家想要说 危机入市 因为这个房地产利空蛮多的 但是如果来看一下 220贯德刚才提到的 事实上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股价走势 并不像是被打房打下去的 反倒是还有 阶梯式还是往上 对 阶梯式的变高 那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未来他的几个建案 会开始在明年 明显的贡献入账 那另外来讲的话 在预收屋市场 其实就要看了代销公司 那像海月来讲的话 因为他们是每个月卖多少 佣金就直接月结入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营收 在第三季年增率正式的转正了 那目前来说的话 营收逐步的高升 代表其实 预收屋市场 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冷 那另外来讲的话 如果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秦美的股价目前 也是打出复合式底型 那当然他后面 也是有完工路障的 EPS可以期待 只是时间点 可能会拉得比较长久一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的是 南韩经济萎缩的问题 真的有可能 在十年内失控吗 但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少子化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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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